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29号晚间宣布 美国国务院已通过两项最新对台军售案 预估总额为4.4亿美元 这是拜登自2021年1月上任以来的 第十次对台军售 也是今年的第二次对台军售案 岛内经济不景气 民众希望重启两岸福贸货贸协议呼声高涨 不过台陆委会却宣称 台当局现阶段对福贸货贸协议没有需求 为何民进党当局如此罔顾民意 今日海峡邀专家为您深入解析 台行政机构29号通过拉近公私立学校学杂费差距 及其配套措施方案 其中私立大学学生学杂费 每年减免3.5万元新台币 让岛内舆论质疑 这又是民进党当局在政策买票 而无独有偶 每逢岛内重大选举 民进党当局都会大撒钱 出台各种各样的政策 借机笼络人心 稍后请看详细报道 关注两岸 两岸关注 这里是海峡卫视 今日海峡 我是刘飞 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 综合法新社路透社报道 美国五角大楼于当地时间29号表示 今年2月在大西洋上空 被美军战机击落的中国无人飞艇 在过境美国或飞越美国时 没有收集美国情报 而就中国无人飞艇事件 中方早已多次明确回应 民用无人飞艇误入美国领空 完全是不可抗力导致的意外 偶发事件 据法新社报道 五角大楼发言人帕特莱德表示 美方的评估为 中国无人飞艇在过境美国 或飞越美国时 没有收集情报 他还宣称 美国采取了应对措施 以减少无人飞艇对情报的收集 据此前报道 当地时间2月2号 美国国防部官员宣称 一个中国无人飞艇 已在美国上空飞行数天 美国对其进行了追踪 尽管中国外交部很快回应 该飞艇来自中国 属民用性质 用于气象等科研 受西风带影响 因不可抗力意外误入美国 但美国政府依然在2月4号 使用武力击落该民用无人飞艇 2月5号 时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 代表中国政府 就该事件向美国驻华使馆负责人 提出严正交涉 谢峰表示 中国民用无人飞艇 误入美领空 完全是由不可抗力 导致的意外偶发事件 事实一清二楚 不容歪曲抹黑 但美方置若网闻 执意对即将离开 美领空的民用飞艇 滥用武力 明显反应过度 严重违反国际法精神 和国际惯例 美方所作所为 严重冲击损害巴厘岛会晤以来 双方稳定中美关系的 努力和进程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强烈抗议 敦促美方不得采取进一步行动 损害中方利益 不得升级扩大紧张局势 据台湾媒体报道 美国国防安全合作署 29号晚间宣布 美国国务院已通过 两项最新对台军售案 预估总额为4.4亿美元 这是拜登 自2021年1月上任以来的 第十次对台军售 也是今年的第二次对台军售案 报道称 根据美国防部消息 其中一项军售案 为民进党当局方面提出的 购买30毫米弹药需求 包括高爆燃烧夜光弹 多用途弹核训练弹 总价值预估为 3亿3200万美元 另一项为要求购买 合作后勤补给支持统包案 此案预估金额为 1亿800万美元 该后勤统包案 包括轮式车辆 武器及其他相关元件的备用 与维修零件 针对美国对台军售 在30号举行的外交部记者会上 发言人毛宁予以回应 中方坚决反对美台军事联系 和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的立场 是一贯和明确的 美方应当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 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 停止制造新的台海局势紧张因素 停止危害台海和平稳定 台军方29号公布采购绝标公告 台湾地区与美国已完成签署 采购陆上机动布雷系统 金额超过45亿元新台币 这将俗称火山系统的 陆上机动布雷系统案 已于本月21号起生效 计划在2029年年底之前完成交付 台湾媒体此前报道称 美国国防部安全合作局 在去年12月28号宣布14套火山布雷系统对台军售案 进入知会国会程序 该项军售案总金额1.8亿美元 约54.5亿余元新台币 包含火山布雷系统 M977A4重险卡车 M87A1反坦克地雷 以及M88M89训练用地雷等内容 不过根据台军方29号发布的公告内容显示 军售案的金额为45亿4054万元新台币 显示采购项目及数量可能有些调整 而针对台军采购的这套火山车载布雷系统 岛内的军事专家马上跳出来吹嘘 它在防卫上的战术公文 就是可以快速形成一个主角圈 可以有效的主角或辞职敌人的登陆兵力 让我们的守备部队可以更加的集中 火力兵力进行监抵 对于台湾地区从没采购的这套布雷系统 前明代郭正亮29号在岛内政论节目中表示 布雷车在很多国家都卖不动 连澳大利亚 德国都不买 更离谱的是 全套系统竟要到2029年才会完全交付 这个交货的时间又跟美国对两岸的紧张的程度又脱节 到2029才整个送来 郭正亮还担心快速布雷会不会造成安全隐患 基本上是在摊案 他刚登陆的时候 那个时候做快速布雷 我认为不可能完全清干净 因为那个布雷阵它就是可以在两个小时内整个不完 我说一部车 所以跟传统地雷是不一样没有错 据台媒报道 美方向台湾地区出售的火山路上机动布雷系统 让台湾社会大为不满 民众普遍忧虑 民进党当局会把台湾变成地雷岛 国民党集民带正正前表示 和平才是避战的解药 把台湾布满地雷更无法带来和平 岛内观光旅游业更担心 台湾购买布雷系统恐会吓跑观光客 台湾旅行商业同业工会联合会理事长肖伯仁认为 买布雷系统对台湾地区的观光一定是一大损伤 台湾若有地雷 谁还敢来玩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表示 一段时间以来 美国一些政客嘴上说 希望台海和平稳定 实则不断拱火 交游 持续受台武器 把台湾变成地雷岛弹药库 朱凤莲强调 美国究竟是在挺台还是害台 民进党当局究竟是在保台还是货台 相信广大台湾同胞会有清醒的认识 理智的判断 相关问题 我们来请教台北的时事评论员蔡正元 蔡正儿您好 民进党当局现在花大价钱买的 M136火山车载布雷系统 全是美国80年代的库存货帆新机 对此您有何评论呢 民进党向美国采购了这一款 火山布雷车 它基本上是一种自动布雷的系统 这种地雷并不是埋在地底下的 而是浮在地面上的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比那种用手工的 来布雷来得先进一点 但是在实际上的战场功效 却不太实用 这么贵的布雷战车 却要台湾用高价买下来 它基本上有点要台湾去分担它的研发经位 全世界唯一花钱的客户就是台的军事部门 那真是一个冤大头 就是因为这款布雷战车功能不脏 而且效果不良 在战场上很难有实际的作用 没有人购买 台军却把它掳获自保 应该是美国军火商 找了美国的政客来官说 帮他们消一点 要不然库存在美军的库房里面 长久了以后还是会失去它的功能 就干脆还没有完全失去功能的时候 拿出来整修整修 就卖给台湾这么一个二三十年前的老武器 台湾出钱买没有用的这个武器 这个军火商拿到钱 那分离部分给美国政客 美国政客就压迫台湾 再买一些没有用的库存武器 这样形成一个食物链 想来又可笑又可悲 好的 感谢蔡先生的点评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27号报道 台军今年的汉光39号演习 时兵操演将首度在桃园机场演练 反空降夺回机场等客目 有影响到旅客 也请这个旅客多多包涵 据台媒报道 台房屋部门在与台交通部门协调后 正式拍板 将于7月12号和19号实施预演 并在26号正式操演 操演时间都安排在上午 为避免影响太多航班 演习将压缩在一个小时内 近日将发布相关飞行通报 该部门称 台军会与有关单位密切协调 希望能将对民众的影响降到最低 然而 对于台军的此次演习 岛内有不少质疑的声音 认为根本就是多此一举 空气力已经被人家打完了 防空设施全毁 不然的话 人家怎么可能去躲你的机场 据了解 过去汉光演习的反空降客幕 几乎都是在台中清泉港机场 及屏东满风农场等地举行 今年计划在桃园机场实施操演 出乎外界意料 空与台军假想所谓敌军 从逐围沙滩登陆后 试图夺取机场有关 针对民进党当局企图以武俱统 国台办发言人此前曾强调 民进党当局妄图搞武力对抗 以武谋独注定要失败的 越是搞事情 越是离自我灭亡不远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防务部门军备局在2018年 对外招标抗弹纤维布来制作防弹衣 而得标的厂商则从大陆购买抗弹纤维布 在改标变成所谓台湾制造之后 出货给军备局 对此国民党及民代郑立文 讽刺民进党当局 什么抗中保台 明明就是靠中保台 依据台军军品采购规定 得标厂商不能采用大陆生产的材料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防务部门军备局 在2018年对外招标防弹背心布料 然而得标的高雄市厂商工卫防御公司 却从大陆江苏购买抗弹纤维布 不仅改成所谓台湾制造 还改了标识 甚至在军备局查厂验收时 还假装操作织布机 试图蒙骗过关 粗估不法获利达6700万元新台币 高雄市工卫防御公司遭检局后 被台检调部门调查 而台防务部门也将该案移送司法机关 才使该币案曝光 高雄市桥头地检署 在6月27号约谈高雄市工卫防御公司负责人 在询问后 该公司负责人以50万元新台币交保 最嫌重大唯物惊讶之必要 预知以新台币50万元交保 中国国民党集民代郑立文 29号在脸书发文批评民进党当局 连军备都处理不好 还要兵役延长 让老百姓都去当兵 完全都是政治考量 民进党当局天天在喊所谓抗中保台 其实是靠中保台了吧 对此有岛内网友表示 若一开始就按照标准作业程序来执行 怎么会抓不到 台军就是个笑话了 还有网友嘲讽 当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可能是假博士 但是防弹衣材料至少是真的 也有网友表示 应该先查有没有官商勾结 这种采购弊案竟然可以交保 民进党当局烂透了 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条 近期重启两岸福贸货谈判 成为岛内政坛的攻防议题 对此台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詹志宏 29号在记者会上表示 台当局现阶段对福贸货贸协议没有需求 詹志宏声称 十年前的环境下 台当局希望能与大陆经济比较紧密结合 得到比较多大陆给予的经济协助 但过去这几年 全球经贸结构 大陆经济环境都发生极大变化 用十年前的时空背景 探讨今天要不要重启福贸货贸 没有意义 台当局现阶段对福贸货贸协议并没有需求 此外詹志宏还提到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五条之三的部分 以完整涵盖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内容 因此台行政机构的立场 是没有定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的必要 此外近期频频表示 要重启福贸货贸谈判的 台湾民众党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人 柯文哲也成为绿营攻击的焦点 民进党机民带苏巧慧点名柯文哲 要其说明要开放哪个行业 不要继续欺骗年轻人 对此29号柯文哲出席活动时予以反驳 至于被苏巧慧点名 要说清楚要开放哪个行业 柯文哲表示 自己发现福贸早书清单很是复杂 因为早书清单哪一个要放在上面 因为我们输到大陆哪些要免税 他输过来哪些要免税 这个要对台湾的产业很熟 他对对方产业很熟 他怎么去说服对方 因为我们要争取我们最大的利益 所以后来发现 单单那个福贸早书清单的讨论就大学文 所以这个常常是这样 除非对双边的产业都有相当了解 没有办法去谈出一个好的结果 据台媒报道 29号所谓台发展委员会 公布5月台湾地区景气灯号为代表低迷的蓝灯 这已经是连续第7个月亮出蓝灯 且景气领先指标转为下滑 显示台湾地区的经济成长动能仍旧偏低 据悉所谓台发展委员会公布5月景气灯号的综合判断中 仅有非农业部门就业人数一项 由代表低迷边缘的黄蓝灯 转为代表景气稳定的绿灯 其余项依然是持续低迷的蓝灯 所谓台发展委员会方面表示 全球终端需求不振 拖累生产 贸易 金融及信息面等指标 整体景气持续低迷 5月的景气领先指标也出现下跌 传统机械在去年大概下半年就有影响 那影响其实还不小 少两三层有 需求开始出现萎缩的话 我们当然是受到冲击 那目前看起来就是说上半年都没有什么能见度 而随着倒霉新冠疫情逐步降温 民众的生活逐渐回归常规 零售及餐饮营业额持续成长 餐饮 旅宿业等行业的就业人数明显回升 非农业部门就业人数的灯号再次亮出绿灯 外界分析 这代表着外界对产业前景有信心 非农指标亮绿灯应该不会是短期现象 但全球主要央行升息的地缘效应 以及地缘政治等不确定因素 对台湾地区的景气影响 仍需审慎看待 相关问题 我们再来请教台北时事评论员蔡正元 蔡先生 台湾地区真的对福贸贸贸协议没有需求吗 那么您认为民进党当局在强辩什么 台湾地区在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是负的 而且是负的3.02% 他几乎是全东亚地区经济表现最糟糕的地区 面对这样的经济的状况 一个正常思维的官员要想办法帮台湾拓展外销的能量 拓展外销的能量不外乎 就是要跟几个主要的贸易伙伴能够签订自由贸易协议 或者扩大自由贸易协议所适用的范围 ECFA正是这种自由贸易协议 而且两岸之间的贸易量又占台湾的贸易量是最高的比例 大陆就是台湾最大的外销市场 大陆的订单就是台湾的生命线 所以跟大陆签订自由贸易协议是当务之急 可是民进党认为 这样一来台湾就变成一中市场的一部分 他们完全从政治解读 因此就找出各种理由 完全要把它污名化 但是台湾跟大陆经济的高度互补 是一个继承的事实 也是一个产业结构所产生的现象 但是民进党透过这么一个中阶的官员 却出来叫嚣说台湾不需要 我们只能说这些人脑筋都坏掉了 这些人都无视于民间的实际上的状况 尤其是现在台湾经济成长率 已经掉到了负的3.02% 结果竟然还不去想办法 还在那边驳斥说 跟大陆签订福贸贸贸 是不需要的 这只能说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好 感谢蔡先生的点评 再来关注党内选举议题 中国国民党2024 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人侯友宜 持续整合蓝营势力 侯友宜竞选办公室组织副召集人 台南市前议员谢龙介 6月29号在脸书直播中透露 已经确定侯友宜与高雄前市长韩国瑜 在7月1号会同况出席 黄复兴党部67周年活动 力拼2024胜选 中国国民党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 参选人侯友宜 积极整合蓝营力量 而外界也很期待 他与高雄市前市长韩国瑜的合体造势 侯友宜竞选办公室组织副召集人 台南市前议员谢龙介6月29号在脸书直播时提到 韩国瑜很早之前就说了 国民党推谁就支持谁 会好好一起打拼 谢龙介还透露 已经和韩国瑜取得联系 确定在7月1号黄复兴党部的67周年活动上 侯友宜将与韩国瑜同台 对此 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6月30号受访时表示 现阶段中国国民党的任务 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下架民进党 我知道侯友宜市长跟韩国瑜市长都保持密切的联系 那韩市长这个非常坚真的国民党员 他非常支持我们国民党的提名的候选人 国民党现阶段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团结我们所有的同志 大家一起面对2024的大选 也要争取更多的朋友 一起来下架民进党 日前新北市板桥区某幼儿园被爆出疑似给幼儿喂药移云 之后呢 新北市西纸区的另一所幼儿园也被爆料学童检验疑似异常 不过检调部门28号针对西纸的案件 已上语犯罪无设全案签解 29号新北市地检署也表示板桥区某幼儿园的36名幼童均未检出违规药物 新北市长侯友宜因为幼儿园喂药事件饱受民进党攻击 台北市林地检署28号认定西纸幼儿园案尚无涉犯罪 不只要求民进党负责侯友宜阵营 更是要求民进党主席赖清德必须亲自出面说明 赖清德办公室则一味谴责侯友宜阵营 只拿西纸幼儿园案偷换概念 将板桥喂药案讲成乌龙异常 29号新北市地检署宣布了板桥幼儿园喂药事件幼童的检验结果 都没有检出有巴比拖类的药物 以及本二蛋瓶类的这个药物 那部分幼童有验出有一些药物的反应 但是这些药物都是一些常见的感冒药的这个成分 孩子没事 我心中的石头总算放下了 民进党为了嫌疑 这样伤害学童跟家长 这样的破坏书生跟家长的父性 不容再被政治攻击撕裂了我们整个社会 最终结果出炉 喂药宜云案都没有检出违规药物 侯友宜阵营对绿营展开反击 赖清德是造谣毁台湾 赖清德也曾经是个医生 我们发现他完全违背自己的道德良知 你们民进党就是造谣赖清德狠狠地被地检署 Double play 狠狠地被地检署双杀 台媒称 虽然民进党仍坚持权案尚未贞结 但司法战的第一轮结果出炉 主动权回到蓝营手中 侯友宜阵营限时赖清德24小时内道歉 否则再提家众诽谤以及诽谤告诉 看来蓝绿司法大战仍是未完待续 台行政机构29号通过拉近公私立学校学杂费差距 及其配套措施方案 方案将于2024年2月实施 其中私立大学学生学杂费每年减免3.5万元新台币 高中值全面免学费的政策 让导内舆论不惊之疑 这又是民进党当局配合赖清德的表态 进行政策买票 这方案的220亿经费 也以额外编列经费来支应 不会排挤现有教育预算 也不会增加学校负担 选前半年 台行政机构开出教育超级大支票 狂砸220亿元新台币学费补助方案 按照台教育部门原本规划 台湾公立大学一年学杂费 平均约为6.2万元新台币 私立大学约为11万元新台币 两者相差约4.8万元新台币 而通过补助方案后 私立大学生可以最多获得 每年3.5万元新台币的学费补助 最快从2024年2月开始实施 此外 针对高中值学生学费全免 也拍板全面纳入 不再排付免申请 预计会有63.4万学生受贿 民进党当局选前开出支票 岛内各界质疑 这是为了讨好年轻选民 拿公帑大动作帮赖清德买票 每年220亿 第一个请问钱从哪里来 赖清德开了一个支票 马上行政院就要帮他兑现 难道我们纳税人的钱 是用来帮赖清德来选举的吗 人民的纳税钱 不是哪一个政党出的 也不是哪一个候选人出的 所以不应该当作个人的选举工具 台湾的房价已经涨了 这不是赖清德讲的吗 严重得罪年轻选票 那现在亡羊补牢 那除了政策买票之外 他还能怎么样呢 那问题是说过去七年 政策跳票的 难道都不用算总账吗 那如果过去七年 你们都可以跳票了 为什么要相信你现在开的支票 未来会兑现呢 如果这是一个好的政策 那就早一点执行 那你现在都已经 都已经选举了来提出 当然人家会觉得说 这是在政策买票 我觉得买得太明显 就是说你如果真的需要 就今年九月就开始了 还要拖到明年二月 那意思是说如果 没有投给你就没有了 日前民进党2024 台湾地区领导人参选人 赖清德在台湾朝阳科技大学 致辞时向学生们喊话 要补助私立大专的学杂费 缩小公私立学费的差距 赖清德话音财落 台行政机构就立马推出 相关补助政策 说不是政策买票 恐怕都难以令外界信服 相关问题 我们来请教台北的 时事评论员董志森 董先生您好 您认为民进党当局 为什么选在这个时间点 来通过学费补助政策 说穿了这就是一个 嫌疾的效应 民进党用这个来做 政策的买票 七年前当蔡英文刚上任的时候 他大砍经公教退休人员的预算 那时候的蔡英文 骗这些经公教人员说 预算不太够用 所以必须 希望你们能够体系 我们需要有这些钱来做建设 所以必须要砍掉你们的钱 那大家很清楚了吧 那时候就是一场骗局 因为现在民进党 每次要拿出来做政策买票 通通就有钱了 那这个钱拿出来的话 铺陈了就是我们当选 明年1月13台湾的领导人要投票 那这个票投了2月可以开始领 所以摆平了 民进党当选才有这个钱 那我们其实看到台湾的丑恶 这个所谓的民主 他其实就是一个买票的民主 那现在台湾的选举 迹象显示很多年轻的选票 从过去全力支持民进党 然后到现在很多都转向了柯文哲 那民进党发现大事不妙 现在的政策就是要收买年轻的选票 所以莱清德最近提出了非常多相关的政策 然后都在讨好年轻人 所以可以看到在台湾 民进党为了选赢 其实是务所不用其机 问题是这个钱是前台湾人民纳税钱 凭什么由一个政党拿去做挥护 而用来做买票 那这样的无底洞将来台湾的建设 统统就没有了 所以它是一个很不公平 很多人的福利就被剥夺就被漠视了 好的 感谢董先生的点评 不但是这次出台的台湾私立大学生 学费补助3.5万元新台币政策 被质疑是民进党当局 为了选举进行政策买票 其实每逢岛内重大的选举 民进党当局都会大洒钱 出台各种各样的政策 借机笼络人心 下面我们就通过一条短片来回顾一下 今年6月1号 台行政机构核定 从2024年起 台湾地区的军公教员工 平均加薪4% 约有73万元受贿 年增经费约298亿元新台币 对此台湾联合新闻网发文指出 蔡英文2016年上台后 一共三次送出军公教加薪大礼 分别在2018年调整3% 2022年调整4% 以及这次拍板的2024年4% 恰巧都在选举年 对此中国国民党集民带曾明松直言 现在这是调新 政策买票的目的太明显 除了军公教人员调新之外 台劳动部门还在严拟 继2022年9月调长后 再度调长台湾地区的基本工资 最快在今年第三季度将定案 该政策也被外界质疑 跟2024大选有关 立民的政策有什么不对 请人民税负给人民很多的利多 又能财政平衡 这不就是政府会做事吗 而在2020年大选前 蔡英文对外声称 由于台湾地区的税收超过预期 将补助经济弱势及低薪者 金额涉及约400亿元新台币 消息一出便引发各界哗然 岛内网友气愤地称 既然超收为什么不退给纳税人或是降税 现在竟然要把我交的税金送给没有缴税的人花 这是什么道理 太夸张了吧 还有网友表示 我辛辛苦苦工作 缴税是这样让你们挥霍的吗 把我的辛苦钱还给我 不仅如此 民进党当局还将拉票的目光 锁定在岛内农民身上 2019年2月 民进党及民代提案 希望将当时以消费者物价指数进行调整 每月领取7256元新台币的老农津贴政策 改成按照经济成长率进行调整 如此一来 老农每月有望领取到7620元新台币 如果台湾地区经济成长率破二 还有可能领到8000元新台币 要调高 基本上它是个政策买票 民进党的作为就是 一项就是选前那一年会有很多加码的行为 那平常为什么不做 台媒当时还盘点 在2019年一整年 民进党当局几乎是月月抛利多 像是老农津贴 育儿津贴 捷运环状线 租金补助 还有8月的电动摩托车补助 以及9月上路的秋冬旅游奖励方案 零零总总加起来超过3200亿元新台币 了解台海资讯 轻松掌握时事 跟民进党的意见不一样 1450就去咬你 民进党的检讨就跟自动播放器一样 它又出事了 快按一下 Play 这就跟台独一样 你想要把中国因素拿掉 协议里面就是中国DNA 大陆绝对不会再容许任何一个国家 打台湾派 在下今日并非为艺术学徒而来 那你为啥 借鞋 你这么好的条件 不在他们身上分点前 不亏吗 以后您的衣服请你自己洗 要不然是你做了就别回来 想到钱不行吗 好有点心脏 胖神抢到我前面 6月30日起 每晚18点35分 就在海峡卫视 欢迎回来 这里是海峡卫视 今日海峡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据台湾媒体报道 在2023年初 台湾地区缺氮严重 台农业部门在3月启动 短期鸡蛋进口项目 但是随着台湾本地 鸡蛋供给的逐渐恢复 岛内进口蛋库存 积压严重 有业者呼吁 尽快地叫停鸡蛋进口 不过台农业部门主管 陈吉仲却表示 进口蛋项目 会持续到2024年6月 此前 为解决台湾地区蛋荒 台农业部门 从今年3月开始 启动鸡蛋短期专案 进口超过1.6亿颗蛋 近一段时间 台湾本地产蛋供给较充足 加上进口鸡蛋品质问题频传 以及天热 让消费者买蛋一元减弱等原因 导致进口蛋少有人问津 进口的红颗鸡蛋 里面有大概四到五核 都是大面积发霉 然后它那个霉上面 就是有白色绿色斑点 然后我看了 有业者透露 进口鸡蛋曾出现发霉 有裂痕等质量不佳案例 厂商回收的零过期鸡蛋 大都需销毁处理 且民众对鸡蛋有新鲜程度要求 导致进口蛋的库存越积越多 进口蛋库存至少达到800万颗 考虑到成本问题 业者的进口意愿都不高 据传台湾南部地区已有蛋商 打算认赔杀出不卖进口蛋了 还有不少业者呼吁民进党当局 减少鸡蛋进口 然而台农业部门主管陈吉仲却说 为保证岛内民众所需 进口蛋项目仍会持续到2024年6月 对此台中养鸡协会理事长陈又彻批评 进口蛋的开放过程太过仓促 民进党当局仅是抱着 先有蛋再说的想法 并急乱投医 进口鸡蛋应该是补充兵 不是常规军 开放专案进口到明年6月底 完全是本末倒置 南投新隐乡塔塔加路段 继27号发生巨石掉落之后 29号的傍晚再度出现落实他方事故 导致双向交通中断 山坡传来阵阵声响 没多久就像下起石头雨一样 大小落石从天而降 巨大的土石重重砸向路面后弹飞 这阵石头雨持续超过半分钟 路面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块 下的公务段人员赶紧躲避 但几分钟后土石再度崩塌 据了解事故发生在南投信义乡塔塔加路段 在27号出现巨大落石后 29号傍晚再度发生摊坊 这次落石的数量和范围更大更广 长达50米导致双向交通中断无法通行 公务段人员一早派出大型机具前往抢修 同时出动空拍机了解崩坡土石滑落情况 由原先的单点扩大将近有50米的一个栽点 它的土方将近1500至2000左右 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又特别加派两台 挖土机跟市台的卡车进行落实的一个排除 了解台海资讯 轻松掌握实事 跟民进党的意见不一样 1450就去咬你 民进党的检讨就跟自动播放器一样 它又出事了 快按一下 Play 这就跟台独一样 你想要把中国因素拿掉 协议里面就是中国DNA 那样大陆绝对不会再容许任何一个国家打台湾牌 真正的蒙古烤肉长这样 用烧热的石头来烤肉 一层石头一层肉 一起放进保温的牛奶桶里门 新奇的滋味让台湾老涛的味蕾大受启蒙 杭州著名的武林夜市 是当地夜经济发展的指标 每到晚上都涌入大量游客 反映出杭州的经济实力 台湾拼经济每个周末为您讲述 两岸民众的财富故事 龙明前庄啊 一个月能赚多少钱 捡去吧 你对资本缺乏认识开除处理 我要见你们真正的老板 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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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经济感兴趣啊 想赚钱不行吗 我得让他对我有兴趣 你怎么在这儿啊 光芒 六月三十日起 每晚十八点三十五分 就在海峡卫视 欢迎回来 这里是海峡卫视 今日海峡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 应中国台北奥委会邀请 以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 夏宣泽为团长的 大陆金牌教练访问团 一行八人 于6月26号至30号赴台 参加两岸精英教练研讨会 并深入台运动队和基层训练单位 指导交流 此次活动为两岸奥委会 2023年体育交流计划重要内容 代表团教练员来自乒乓球 羽毛球 举重 体操 机械等大陆优势项目 在台期间 代表团深入台北 高雄 台中 彰化 嘉义 新北等地的中小学 俱乐部和训练基地 现场指导当地运动员 并与台湾相关项目 教练员 科研人员和管理人员 交流研讨 中国台北奥委会 和运动项目协会 均对大陆教练的清囊相受 表示感谢 据了解 作为两岸新冠疫情 防控措施优化调整后 中国奥委会 首个赴台交流团组 两岸奥委会对此 均高度重视 中国台北奥委会副主席 蔡次爵 荣誉副主席 陈世奎 秘书长徐孝辞 出席研讨会 和相关交流互动活动 6月30号 厦门市在允当街道 官任社区 正式启用 福建省首家 移民融入服务站 官任社区 是厦门市境外人员 居住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在服务境外人员方面 做了很多有意义的探索 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国际化社区品牌 厦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 特意选择在官任社区 建设福建省首家移民融入服务站 该服务站启用后 厦门出入境将在社区 专门开设移民融入服务专窗 不定期为境外人员提供移民出入境政策 住宿登记等咨询 对有需要的境外人员提供预约上门办证服务 同时联合社区组织开展 涉外交流活动 引导社区境外人员 共建共治共享国际化社区 让他们能够真正融在厦门 找到家的感觉 东南卫视海峡卫视记者 厦门报道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今日海峡的官方微信和今日拖条平台 获取更多的音视频资讯 请登陆福建网络广播电视台 或手机下载海博TV客户端 收看本期的相关节目 如果您错过今天的直播节目内容 请看福建IPTV宽带智能电视 点播回看更多的精彩内容 获取更多的权威信息 请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 好 感谢收看 感谢收看 明天才能电视频 打jut